那讲到之前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请你今天让我们现场充满了喜乐 然后欢呼很开心 然后求主将那次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 求主你指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亲爱的天父 请你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 都教导我们如何使用金钱 好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容身一人 自己又很健康又很富足的生活 奉耶稣的名 我要祝福每一个在现场或在网络收看的弟兄姐妹 你们今天可以听到上帝 借着这个讲到内容对你说的话 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你可以抓住上帝为你个人量身定做的财务的祝福 好那讲到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 分享打开小铃铛 好很多弟兄姐妹呢 其实都知道我两周前呢 抽奖我中了20万 对 好呢因为呢是聚心牧师 他主日呢讲了两集的 耶稣不是财神爷 但是他想要给你钱 结果呢就在当天的下午 Zoom QA的时候呢 立刻就有人问了一些问题 然后他们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 所以呢 聚心牧师就提议说 今天就由当事人就是我啊 亲自为大家回答问题 好那所以呢 我为今天的讲道定了一个题目 就是呢 基财在天 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地享福 那大家等一下呢 会看到很多我们令人羡慕的 在地享福的生活见证 可是呢同时 你也会看到很多我们 是如何基财在天的 我们的生活经历 那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会分享我们对金钱的态度 还有用钱的生活的方式 首先要先说就是 你们大家不用一定要跟我一样 因为呢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带领 都是不一样的 那但是有一些财务丰盛的属灵原则 我相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就是呢过年前呢 我到这位弟兄家玩 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试用了 一台可以帮助邪欲循环的韵律椅子 然后呢我就觉得 哎好像还不错很适合我 那虽然那时候员工价呢已经打了折 可是还是要五万五耶 对我来说蛮多钱的 所以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信心 我就跟这位弟兄和他太太说 我会等到2月23号老板生日 抽奖的时候呢 我会中奖 而且我会抽到奖金 我会用那笔奖金买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哦那天有抽奖哦 嗯 然后我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有抽奖 但是呢我就说 奉耶稣的名宣告 当天有抽奖 而且我会抽中 然后我还可以买 我要的东西 这样子 嗯 好所以呢 当天呢 到的时候果然有抽奖 然后呢这位弟兄就说 嗯我会为你们祷告 可以中奖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也会为你祷告 可以中奖 结果呢我们三个都中奖了 然后就是基辛穆斯先中了1万块 第六奖 然后之后呢 然后又过了一阵子 我就中第二大奖 就是20万 然后紧接着 这位弟兄就中了30万 好那我们三个 一起去参加这个生日宴 结果呢我们中奖率是 白白 好那当天呢 因为有这个令人羡慕的神迹 然后很多人呢就开始对上帝感到好奇 所以呢 就这样我们突然可以有一个机会 对于在场的那个宾客 都开始了传福音 然后一直到餐会结束 我们三个人呢 紧抓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大好的机会 然后我们就跟很多人讲耶稣多么的棒 所以呢我就觉得 哇太棒了 这中奖还可以传福音 得人又得灵魂又得物质 那因为呢巨星牧师呢 在我分享我们中奖的事迹的时候呢 他就顺便讲了一个 我小时候的故事 27年前 当然算小时候嘛 对不对 好 然后那个时候呢 是我在美国呢 读完硕士刚回来 也就是信耶稣大概两年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就努力工作 大概赚 就是我就存了90万块 然后呢 巨星牧师就讲啊 讲我奉献73万给 太北新生命戒毒村的那些故事 那结果呢 惠友就在Zoom QA 就问了这两个问题 因为那个年代呢 巨星牧师还没有认识我 所以呢 他不知道细节 那今天就我来回答 那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惠友问的 他就说 那你怎么确定 神要你奉献73万了 他就问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就说 那不对啊 那如果上帝要你奉献90万 你怎么可以 只奉献73万还这么的心安理得 这样子 好 那我现在就来讲 就是来回答问题哦 就是奉献这个73万的 这个事件呢 为什么会发生 主要一开始呢 是因为呢 我去参加台北领娘堂 举办的单身联谊 然后我在单身联谊的时候 我就认识了一个姐妹 你知道吗 超神奇的哦 去单身联谊 没有认识到任何一个弟兄耶 然后但是认识了很多 很棒的姐妹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所有的男生 都跑去找那个漂亮的女生 然后所有 所有的女生都是选了帅哥 所以呢 有一堆人 还是没有人 就是我们在旁边 所以呢 我就认识了很多 像我一样 聪明良善 有智慧的女生 这样了解了吗 所以我在那边交了很多朋友 没有男生 所以以后呢 不一定要去参加单身联谊 了解了吗 除非你是那个最漂亮 或最帅那个 好 好 那其中呢 我认识一个人 一个女生呢 她是工作 她的工作是做修改衣服的 然后呢 就在单身联谊的时候呢 她就跟我说 她有个表姐 叫做卓映雪 她已经见竹面了 那她原本呢 是一个千金大小姐 就是家里很有钱 然后呢 有一天呢 神就感动她说 要去那个太北 做戒毒的工作 然后呢 也在上帝的带领下 她就嫁给了一个 戒毒成功的弟兄 后来也是牧师 叫张宇牧师 然后呢 当然他们两位 有很多很感人的见证 只是我今天 没有时间分享 好 那那时候呢 我听到这个 卓映雪牧师的故事 我就想说 哇塞 这超伟大的 对不对 像我这种人呢 就是不能吃苦 不能晒太阳 不能运动 然后我最佩服的 就是这种 哇 这样子 到这么偏远的地方 然后吃苦的 宣教室 好 那故事就要开始了 幼途的上面 那栋白色的房子 就是 那个我奉献的 改的 好 那有一天呢 我刚刚不是说吗 那位姐妹是 修改衣服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需要修改衣服 我就打电话呢 给这位修改衣服的姐妹 打电话的时候呢 竟然这个姐妹不在 然后呢 接电话的 我就问她说 诶 请问那你是谁啊 她就说 我是她表姐啊 我是映雪 然后我心里想 哦 就是因为很伟大的宣教士 我说 那你怎么 你怎么在台北啊 然后她就说 哎 她要回来募款 然后我就问她说 呃 要 为什么要募款 她就说呢 是这样子的 那个在台北的戒毒村呢 就是大家都是 盖茅草屋 然后呢 每一年都有一次 很大的大雨 就是雨季 雨季来临的时候 那大雨一冲呢 那茅草屋就会被冲走 然后人住在里面呢 有时候有妇女 有小孩 其实是很危险的 而且呢 会有那个蝎子 就是那个有毒的蝎子 会掉下来 然后好几次都咬到人 然后差点就会把人咬死 这样子 所以呢 她就说 她跟上帝祷告说 我想要盖一个 有水泥的房子 然后让大家 可以住得比较安全 这样子 我就顺口问了说 诶 那牧师啊 那你们需要多少钱 她就说 哦 盖这个需要一百万 然后你知道我听到怎样 我就说 哇 感谢主 我只有九十万 因为我没有一百万 好 好 那就 就这件事就过了 然后后来呢 反正又 要找那个姐妹嘛 要改衣服 隔几天 我又打电话给那姐妹 结果又没找到她 又是这个 定雪牧师接的电话 然后接下去 我只好问说 牧师 请问一下 那你们那个房子 就是木棺木的怎么样啊 她说 我告诉你哦 好神奇哦 已经有一个弟兄 奉献了十万块 所以呢 我只需要九十万耶 然后你知道吗 我听到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有看过那个电击棒 那个这样 砰 这样子吗 我就觉得我好像被电击到 然后差点晕过去 然后我就想说 九十万 刚好就是我全部所有耶 该不会上帝要我吧 好 然后呢 我就 我就跟牧师说 牧师我会为你祷告 然后我就不敢讲话 赶快挂了电话 然后呢 我一祷告 上帝就给我了这个圣经节 箴言三章二十七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然后我就想说 哇 这个牧师 我是不是很佩服他 你知道吗 他还跟我讲说 他以前是很有钱 他都大力的奉献 他说 哎呀 结果我现在自己需要钱 却没有钱 他是不是当得的人 是啊 上帝就说 他是当得的人 然后呢 你手中有没有行善的力量 九十万更更好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就 还是很紧张啊 我想说 哎呀 怎么办呢 我就在房间里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然后呢 我又跪下来祷告 上帝就说 来 马太福一六章第三节 请大家一起念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 直到右手所做的 然后我想说 完蛋了 一定是我 好 但是呢 因为神说不能讲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就到处问 属灵长辈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请问一下 如果上帝叫你奉献一笔钱 你有什么想法 然后每一个人都跟我说 感谢主啊 神要使用你 就这样 然后我想说 惨了 那一定是我了 然后结果 我还算紧张 我就跟着说 上帝我好不容易 存了九十万 可不可以让我出国去玩啊 一定是留一点钱 给我出国去玩 好 然后结果呢 反正又要改衣服 还是要找到那个姐妹嘛 然后我又打电话给她了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表姐 着硬学牧师接到电话 我后来就问她说 牧师请问一下 你现在那个房子木款的状况如何 他说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只需要七十三万 因为呢 有人又奉献了十七万 嗯 然后 我就 哎呀 心里就稳妥了很多 因为我觉得 我至少有十七万 了解吗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说 好吧 牧师我告诉你 那个要奉献七十三万的人 应该就是我 然后他就说 上帝也告诉我 应该是你 只是我 他说呢 但是呢 我一直不想要叫你奉献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个小女孩嘛 刚信耶稣 为什么上帝不敢动那些有钱人呢 为什么是你呢 结果上帝就跟我说 上帝要寡妇的 那个两个小钱 然后我就想 好吧 然后我就 我们两个就去 那个跟一个领娘堂的牧师 我们就三个人 就去那个什么银行 就把钱就奉献完了 好 所以呢 我要奉献这么多钱 是因为第一个 我有经文的印证 第二个呢 我有属灵长辈的印证 第三个环境的印证 就是我只需要七十三万 这样了解了吗 然后呢 你知道吗 因为我那时候刚受洗两年 然后我信心满满的 所以呢 圣经说什么 我就相信什么 所以呢 我就读到了一节圣经 那我们大家一起读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伸斗 连摇带岸 上尖下流里 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 凉器凉给人 也必用什么凉器凉给你们 我就读到这节圣经 然后我就觉得 哇塞 你看哦 你怎么给人 就怎么给你 对不对 然后我想说 我奉献的还算蛮多钱的嘛 然后我就想 哇 那上帝一定会 那个 用十足的伸斗 连摇带岸 上尖下流的 把祝福 倒在我的怀里 我超开心的 开心到爆 然后呢 我就满心 一直期待上帝的 回报跟祝福 好 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 不对啊 我是做记者的 你知道记者的薪水 就是这么多 我又不A钱 对不对 我又不去跟他拿什么回扣 那薪水是固定的 那我要怎么样 被上帝大大的祝福呢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读到另外一个圣经节 要扩张你账目之地 张大你居所的慢字 不要限制 要放长你的绳子 兼顾你的绝子 我就读到了这一个圣经节 然后呢 我就在公司呢 我就开始观察 我就发现说 公司的大头啊 都是业务部门出身的 不是新闻部 也不是节目部出身的 这时候呢 我就突然觉得 懂了 我就灵光乍现 我决定要 申请去广告业务部 好 不容易 因为呢 很少有 记者 转去那个做广告的 但是呢 我 因为我想要上帝 的回报跟祝福 我需要有 很多的 那个机会 让上帝祝福我啊 所以我就决定 我就是要掉 然后呢 公司不让我掉 我就 常常的 跑去那个 总经理的 办公室前面的 那个位置 我就好像坐在那边 所以呢 他只要出去上厕所 或回来 他一定会看到我 然后他就看到我说 你又要干嘛 我就说 我也要掉广告部 然后他被我 录了大概一两个礼拜 终于 算了 就让我掉好了 要不然 每天上厕所 他都很紧张 因为都会看到我 好 然后呢 他本来是跟我说 你没有经验 所以你要从 业务助理开始做 我就想 没关系啊 业务助理就助理嘛 但是呢 可能后来就是 发现学历有点高 所以就决定 让我从 业务员开始做 然后呢 我就 真的就是 开始去做业务咯 然后呢 你知道吗 以前呢 我当记者的时候 我们都是那种 在我们那个年代 记者不是没有读书的人 去当的 我们那个年代 都是第一志愿 了解吗 我们都是可以 我们都是第一志愿进去的 然后 那时候名声报啊 我们进去的时候 是好像一两千人 才能够上八个人 所以我们是很优秀的 这一批 然后所以我们出去的时候 都是高高在上 都可以呼风唤雨 然后被人捧在手心上 但是呢 我去当业务员之后 天啊 你知道吗 那个天地都 变了 就是你要开始弯腰 然后陪笑 然后一直被骂 然后被嘲讽 然后样样都不会少 因为呢 我是换领域嘛 我跳脱领域工作 所以呢 我需要比别人更努力 你知道我每一天工作 至少14个 14个小时 我都别人家找到一个小时 然后别人家晚 晚回家 我有时候甚至都坐到半夜 两点 然后结果呢 连续两个月哦 努力的结果怎么样 我业绩是 零 挂蛋 你看哦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凄惨的地步 结果呢 上帝就在那一天 在我的心里 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 他就跟我说 从今天开始 你是天上的大户人家 然后我就觉得 哇塞 真假的 然后呢 后来上帝又给了我一个圣经节 来我们大家一起读 孩子 你一直与我在一起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嗯 我通常上帝说什么 我都是相信的 好 所以我就相信说 哇 上帝一切都是我的 结果呢 我就想说 哎 上帝你 你 我听到你的话语 你总要给我一点印证嘛 对不对 让我知道我没有听错 结果呢 当天就是业务部呢 有一个庆功 感恩的抽奖 然后呢 我平常呢 就是那种 连什么 瓶盖啊 连那个瓶盖要 要那个什么中奖的 我都没有中奖过 结果那天呢 我一抽 我就抽了第一大奖 就是一万块钱 然后对于 一个业绩挂蛋的人来说 一万块是天价 了解吗 对 好 然后就在那天呢 上帝就 在那个时候 上帝就对我说了一句话 好 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节 约翰说 若不是从天上赐的 人就不能得什么 然后我又哭了 然后我就跟上帝说 好 上帝我了解了 所有的财物呢 都是你给我的 你 如果不是你 从天上给我的 我靠着我自己 我是不能得什么的 然后就在那天呢 我把我自己的财物 全部就是献给神的 就交给了上帝 接下来咯 我已经有上帝的祝福 对不对 好 过来就是业绩争霸的试炼 就开始了 我们先来读这几个圣经节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恶人 当纪念安息日 首为圣日 你起初虽然微小 终究必胜发达 就是从记者呢 转换跑道成为业务 缺点呢 就是没什么经验 其实呢 我一时之间呢 我搞不懂什么 叫做私下的回控 因为呢 这些都是那种暗示的 没有人会光明正大地告诉你 所以呢 我常常就是不明不白 我业绩就被抢走了 反正我就很生气的时候 上帝就会告诉我这句话 他就说 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你不要嫉妒他们 反正呢 你的祝福是从我而来 就是Let go 然后不要去管 被抢就被抢了 表示那个不是我给你的 因为呢 从天上来给我的 是没有人可以抢走的 好 那但是呢 从记者呢 转换跑道呢 成为业务 优点是什么 优点就是 我的人生经历 比原本的业 原本就当业务员 还要丰富嘛 然后呢 我就会跟客户聊说 诶 那你还可以用新闻 怎么样的帮助 公司来做行销 然后呢 还有我会跟客户解释说 为什么我要换领域呢 那耶稣是怎么跟我说话的 那好几次你知道吗 我就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我就忘记介绍 我要卖的广告 然后都是我离开 正要离开的时候 然后那客户就说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信什么啊 然后说 你到底要卖什么广告 好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 诶对耶 我还是要来卖广告 结果我一直讲耶稣 这样子 然后结果呢 就有客户跟我说 以后呢 每个月你需要的业绩 预算 我通通会给你 很棒 但是呢 我拒绝了 因为呢 我觉得他不需要 花这么多钱 我觉得同样的钱 他可以用来做更好的 更好的行销方案 所以呢 呃 因为我将拒绝他 所以呢 他就跟我成为了好朋友 好 你看到这边有写说 当首安息日 首而胜日 那时候 就是有一个卖卡通的广告代理商 他每一次呢 都要在我主日的时间下广告 那你知道我 以前挂蛋 对不对 对我来说 能够有广告 多么破蛋 多开心嘛 对不对 可是呢 我后来就觉得 不对啊 你干嘛 每一次都在我主日的时候 我要听讲道 你就要要我 要我去 扣我去下广告 有一天我就 终于鼓起勇气 我就说 没关系啦 呃 我主日 我不要那个工作 然后他就说 那你就没有业务咯 就没有业绩咯 这样子 我就说 没关系 那你给别人好了 虽然我快要哭了 但是我想说算了 我还是觉得 我认真听讲道 比较重要 结果呢 好 我就没有去了嘛 对不对 就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一早 我又接到客户的电话 他就说 快点快点 赶快给我排Q 这样子 就是他要给我业绩 我就说 哎呀 你不是昨天说 要给别人吗 他说 算了啦 我想想还是给你好了 了解吗 就是呢 其实 当我把我的心 献给上帝 我以上帝为首位的时候 上帝还是替我 把该属于我的业绩 就留给我了 嗯 好 然后呢 你起初 虽然微小 终久必胜发达 好 那个年代 就是我做广告的那个年代呢 就是外商公司呢 都还没有习惯要在台湾下广告预算 那因为外商客户呢 他们比较麻烦 要做很多的报告 而且有时候要讲英文 所以呢 公司呢 就把所有的外商都丢给我 因为那些广告客户是不会有业绩的 了解吗 所以他们就都丢给我了 结果呢 你知道吗 上帝多棒 上帝呢 就在我的手上 然后让这些外商客户都开始下广告 而且呢 这些客户很棒就是你只要做paper就好 所以呢 大概到了第四个月 我就突然变成一匹黑马 然后业绩就冲到第一名了 不错吧 感谢神 所以都都是上帝给的 嗯 那别人呢 你知道像其他的业务员 他们可能是 手上有几个大客户 比如说两个大客户 那两个大客户 他们就支撑了所有的业绩 然后我是 20个到40个小客户累积起来的 了解吗 所以虽然看起来我小小的 可是 我最后还是发达的 嗯 接下来呢 我就经历了 100万元的试炼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他必用自己的领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城市是大小的盾牌 我们在做广告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去下一个单 就说 我下光泉牛奶 对不对 那个年代 结果呢 我们的后面的 那个行政组 就是CM组 他给我变成光泉果汁 然后就下错单了 然后就播出去了 等到我看到的时候 已经 已经走完了那个广告 天哪 你知道我要赔多少钱 我要赔100万耶 嗯 好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大叫一声 然后我旁边的同事就跟我说 啊 简单简单 又立刻把它涂一涂 把它变成 就是改成说 你上的是光泉牛奶 就好了 可是呢 我一祷告 上帝就跟我讲了 刚才的这个圣经节 就是呢 神的诚实 是我大小的盾牌 所以呢 上帝不要我去偷改 那个Q表 了解吗 然后我心里就开始算 哇 赔100万 那我大概要赔多久 可以赔完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我就决定不改了 那不改了之后呢 没想到呢 隔了一两天 然后广告代理商呢 就打给我们所有的业务员说 他那个Q表没有排得很好 所以叫我们把Q表交回去 然后他重新排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 我本来的错误就变成对的 因为他把我的错误重新排成他要的那个广告的那个Q表 了解吗 所以当时如果 如果我偷改了 我偷改了那Q表 然后呢 我就真的出事了 我就真的得赔100万 所以呢 上帝就在这一次给我了一个学习 就是上帝的诚实是我大小的盾牌 我就是诚实 然后我不要害怕 上帝会有办法的 总是有生机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奏诅 你知道吗 业务员啊 真的不是人干的 每天呢 要被不同的人骂 从早上一直骂到晚上 然后呢 我以前呢 其实不习惯一直被骂 我相信你们也不习惯 然后呢 我超怕被骂的 所以呢 我打电话约客户之前呢 我超紧张的 因为呢 你被拒绝之后 会感觉自己很差 你知道吗 讲没两句就被刮断了 然后很凄惨啊 然后有时候没讲好 就被骂猪头 所以呢 我在做业务的时候 我打电话前 还有我接电话前 我都会这样 按手为那电话祷告 然后奉耶稣的名 我祝福你心情超好 这样子 然后你有心情可以听我讲话 然后你不会骂我 然后什么时候 我就要一直这样祷告 然后我才敢接那个电话 所以呢 我每天呢 早上我比别人 早到一个小时 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然后为什么我要早到呢 是因为 我要把我手上的客户 比如说可能有100个 我就一个一个提名祷告 祷告的一个小时差不多嘛 然后就是想到谁啊 就祝福谁啊 这样子全部祷告 我就觉得 这样我会比较安心 因为我祝福他们 今天心情都很好啊 身体都很健康啊 然后所以 接到我电话的时候 不会 不会臭骂我一段 了解哈 结果呢 我记得有一天呢 我从早上 9点 就开始被骂猪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被骂猪头 然后呢 我就一直被不同的人骂 轮番骂 骂到晚上10点 你知道吗 真的很好玩 然后呢 我本来很自责 觉得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然后是不是自己不够好 然后就是 被骂到你知道吗 超想大哭的 然后正要大哭的时候 后来呢 最后一个客户 因为他骂得太难听了 我忘记他骂了什么动物 还什么的 我想说 这应该不是在骂我吧 了解吗 我突然惊醒了 因为我本来一直沉浸在一个 被骂很沮丧很沮丧的 那个心情 结果因为他骂得太难听了 难听到我觉得 肯定不是在骂我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诶 该不会 他是遇到什么心情不好的事 然后把我当出气包而已 所以呢 我就突然间大笑诶 然后我就反过来关心他 我就说 你还好吗 然后呢 结果我就 安抚了对方 没多久 这个客户呢 竟然就要来挖脚我 你知道吗 就说 诶 你的EQ超好的 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上班 这样 所以呢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为逼迫你们的祷告 你就祝福他就对了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 他有时候骂你 其实不是你不好 而是他心情不好 那你就为他祷告咯 然后上帝就会为你开 另外一扇很棒的大门 接下来呢 我要讲 两个四十万元 还有很多个十万元的 故事跟启示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制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 就赐予谁 神不偏待人 刚讲到什么 我第四个月 我的业绩就 成为第一名了 对不对 那第一名的薪水 就是六位数起跳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 哇塞 上帝你太厉害了 原来圣经讲的都是真的 钱给出去呢 做了善事 以后还会转一圈又回来 我觉得哇太棒了 这样子 所以呢我后来就 超有信心的大力奉献 然后呢 比如说哪个先知啊 要办什么杂志啊 十万块 小问题给 然后呢教会什么需要 什么设备啊 十万块 小事给 这样子 然后什么什么神学生啊 从澳洲来的 然后需要学费啊 生活费 每个月两万块 连续两年 给 然后什么什么 反正是谁要什么 我通通通通通给 然后弟兄姐妹啊 出国宣教啊 没问题 小事 了解吗 因为我觉得我赚超多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分享一个 超神奇的经历 是这样子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小组呢 有一个人 他就说 我要去意大利读书 那 我需要四十万元的 那个学费 然后我就说 四十万 我就说 没问题 这样子 我会奉献给你 然后他就说 我第一学期 已经有四十万了 我第二学期 再来跟你拿好了 然后我就说 好啊 然后我们就 奉耶稣的名字 祝福他 然后他就读书了 结果呢 第一学期过了 他都没有来跟我 拿那四十万 然后我就想 他大概不需要了 然后刚好有 另外一个牧师 他需要四十万 然后我就想说 那该不会 上帝要我准备这四十万 是为了这个牧师 因为那个 那个意大利的 那个小组员就没来嘛 没有来联络 然后我就转手 我就把原来要奉献的四十万 我就给了那个牧师 才给出去没多久 这个意大利的姐妹 就打电话来了 他就说 乡君乡君 你不是说 要给我四十万 让我付学费吗 然后说 我刚奉献出去了 怎么办 他说 没关系 然后后来呢 我想完蛋了 怎么办呢 但是呢 后来他还是没有回来 我就等他回来嘛 因为他应该要回来 结果后来他就跟我说 他正要回来的时候 要打包回来 因为他没有钱了 他要打包回来的时候 然后呢 刚好 他的室友 就换了另外一个 意大利人 是一个妈妈 然后那个妈妈就说 你才念了一个学期 你怎么要回台湾了呢 然后他就说 我没有钱了 所以我要回去 结果那个妈妈说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 哎呀我告诉你耶 我刚离完婚 拿了一笔赡养费 反正我也没用 就给你好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同学 他后来就可以 有钱就继续的留在 那个意大利 读书 了解吗 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觉得 感谢主 然后后来呢 我就又问 那个我奉献 40万给那个牧师的 那个牧师 我说 哎那你那笔钱 后来有解决你的问题吗 然后结果那牧师说 哦我告诉你哦 因为我一拿到钱没多久 就发现有人比我更需要那40万 所以我就给了他 你不介意吧 然后我就说 哦没关系 反正呢都在神的手中 好 那 因为 后来这个牧师就说 他 后来反正 他也不需要那40万 他也解决了 然后我就发现说 哇 上帝好厉害哦 这个 就是我们的小组员 他因为有了我的40万的保证 所以他才敢出国 结果呢 他没有拿到40万 上帝还是给了他40万 然后呢 上帝又使用了这个40万 又祝福了一个牧师 又祝福了牧师的朋友 所以呢 这40万就这样转来转去的 最后呢 每一个人都得到祝福了 好 很妙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40万呢 后来又转回来了 怎么转回来 就是呢 几年前 恩宠教会呢 从管前路 从管前要搬到中保大楼这里 然后呢 租金本来是水电 在家管理费 原本是10万出头 然后搬来这里要30几万 然后呢 我真的是心脏又快跳出来的 反正就是那个压力 这个房租的压力让我大到我觉得 呃 有可能会睡不着觉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财务 玉俊传道 还做噩梦耶 然后呢 我还想说 怎么办 因为搬家其实还有很多的费用是你们看不到的 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要花很多很多钱 然后那个 那个房租很高 然后再加上一开始就要压金就要三个月 了解吗 所以一开始都不吃不喝就要一百多万出去 然后再加搬家要好几百万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嗯 来跟一个弟兄 那个开口借钱好了 所以呢 我就去跟一个弟兄借钱 结果他就跟我说 没关系都给你好了 所以我就 第一个月就全部付完了 好 但是呢 到了第二个月 教会又需要钱的时候 怎么办呢 圣灵就提醒我说 不要再跟人家开口了 这样不太好 然后呢 上帝就说 你应该要直接用祷告的啊 然后我就跟上帝说 上帝 我们没有钱了 你可以帮助我们吗 然后呢 郁军传道那边就接到 有人奉献耶 奉献了四十万 然后呢 就问说 诶 是谁奉献的啊 然后说 不知道啊 不认识啊 然后我们就说 诶 要不要打电话问他一下 是不是需要我们 怎么为他祷告啊 所以我们就 打电话给他 然后就说 请问一下 那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吗 他说 不用啊 那个奉献收据开来就好 就很简单 然后也不认识 然后从此也没再过 联络过 然后就丢了四十万给我们 所以呢 你看 四十万 又回来了 二十五年后 回来了 好 好 所以呢 圣经讲的是对的 就是你有给人的 必有给你的 这是真的 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你怎么对待人 然后你就会怎么被对待 好 了解咯 所以神不偏待人 就是神也会这样子 恩待你们的 而且呢 这四十万 这样转来转去的故事呢 让我真的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真的有一位神 在天上 他看到我每一个人的需要 然后就把所有钱 这样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最后每个人都拿到了 很妙 好 然后呢 我就觉得说 我要成为金钱的好管家 那个图是那个糖盾庄园 那个上面那个戴黑帽子的 那个男生 他是一个管家这样子 那因为圣经说呢 全地都是耶和华上帝的 然后呢 上帝又把什么 治理这地的权柄 交在我们手中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说呢 所有钱都是上帝的 那我是上帝金钱的管家 如果上帝给我一百万 我就管好那一百万 如果呢 哪一天 上帝看得上我 给我管理一百亿 那我就会大大方方的收下 然后呢 我就会祷告说 上帝你给我智慧 让我可以管好一百亿 那重点是呢 如果呢 我是金钱的管家 那我需要知道主人的心意 就是我需要知道说 上帝你要我怎么用钱 用你放在我这里的钱 了解吗 因为在我生命 在我里面的钱 不是我的 是上帝的 所以呢 我花钱的时候 我也要知道上帝 你想要我怎么花钱 那刚才我不是有分享说 自从我经历到奉献的威力之后呢 然后呢 其实我没有什么分辨力 所以呢 我那时候呢 就有一个被一个错误的教导 就是我要在人的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责任 然后呢 所以我常常怜悯心一发 就来者不拒 结果呢 有一天上帝就跟我说 你呢 某一笔奉献 不算是我要给的 算你自己的支出哦 了解吗 然后那笔有十万块 然后我就 我就大哭了 我就跟神说 啊 这笔不算哦 然后上帝就说 还有上次那五万块也不算 那是你自己 你自己 要奉献的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 那个人那么需要 怎么会不算呢 早知道我就拿 钱去买礼物给自己也好吧 对 我干嘛这样子给啊 然后我自己 这样这么节俭 然后我就问上帝说 怎么会呢 那个宣教机构 还有那个弟兄姐妹 不是很需要这笔钱吗 他很可怜耶 为什么不能给他们呢 结果呢 上帝就跟我说 你要先问过我啊 因为呢 他们会缺钱 就是要用钱的习惯不对 才会缺钱 还有他们有一些不好的 不好的那个硬 然后呢 我正在等他们没钱的时候 他们会来到我面前 然后我要教导他们 结果呢 你就一直给他们钱 破坏了我的好事 结果呢 他们把你当神就好了 他们需要钱的时候 就摇动你 不用 不需要我了 这样子 所以从那天呢 我就学到什么 就是呢 看起来很属灵的奉献呢 其实还是要问过上帝的 因为只有上帝知道 那一个人真实的状态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从这个时候 我学会了什么 就是呢 每次很感动的 要奉献的时候 我就要说 上帝这笔算你的吗 接下来呢 我就要决定要练习 做一个忠心的金钱好管家 好 我是根据这个圣经节 然后大家请读 人在最小的世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倘若你们在 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 托付你们呢 那个忠心的好管家呢 因为刚才不是说 要从小地方 小事情开始吗 好 然后呢 这是我们家的那个 巨星慕斯帮我 帮我订出来的 他算过了 你知道吗 真理使人自由 以前呢 我以为呢 开冷气很贵 所以呢 我要很怕热 对不对 所以我就到外面去 喝咖啡 吹冷气 那我问你哦 一杯咖啡 要不要80块 要 那你在喝了咖啡 你会不会吃点心 要吧 然后价了 至少150 跑不掉 好 因为我觉得那样比较便宜 结果没想到呢 巨星慕斯呢 就把我们家的每一台冷气 每个小时 开了以后多少钱都算出来了 还是说客厅 那一台呢 比较大 一个小时7块钱 主卧房呢 一个小时5块钱 客房呢 一个小时3块钱 然后我就想说 哇塞 那我每一次去外面喝咖啡 花了150块钱 等于什么 我可以在家 吹21个小时的冷气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真理是人自由啊 就是当我知道 原来在家开冷气 没有那么贵的时候 我就不用去外面 喝咖啡啦 接下来呢 很多人就会说 用洗碗机 比较贵对不对 用手洗比较便宜 没有 巨星牧师算出来了 就是电费 加那个什么洗泡泡的 然后呢 一次 还有水费 一次才15块钱呢 了解吗 然后呢 我很喜欢泡澡对不对 泡澡也算出来了 一次20块 很便宜吧 好 然后呢 巨星牧师就跟我说 还有哦 你每次呢 去餐厅吃饭的时候 结账之前 你一定要问 请问要用哪张信用卡 有特会活动 了解吗 我们因为这样 我们省了很多钱呢 你知道巨星牧师 有多少张信用卡吗 好几十张 他每次让那个 一个那个皮包拿出去 然后呢 他就会问说 请问今天 我们用哪一张信用卡 可以打几则 然后人家就会说 哦 什么玉山银行 中国信托什么 他说 没问题 然后他什么都有 但是呢 他有这么多的信用卡 都是办免年费的 好 这是一张呢 我们家奉献收入的比例表 那 你看这是从2009年 开始的 那我们呢 那在结婚六年之后呢 巨星牧师和我呢 我们就看过一个 基督徒商人的见证 重点是我忘了他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基督徒商人呢 有个奉献收入比例表 比如说 每一个月 你赚多少钱的时候 你奉献比例 就是往上升 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这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 他的奉献比例是99% 可是呢 他还是过得超有钱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多有钱 然后他只要用1%就够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也设计了一张表 这就是我们两个的表 然后呢 我们从那天2009年 6月16号 对 然后我们开始就这样子 按照比例奉献 然后最妙的是 上帝真的很厉害 上帝呢 常常会把我们很多的收入 集中在某一个月 然后一次给我们 然后使得我们就破表 然后所以呢 我们奉献的比例呢 曾经呢 有一个月高达40% 那你们就知道赚多少钱 上面有些 那但是呢 你们要知道 就是收入 我们的收入是指 扣掉成本之后的净收入 了解吗 一定要扣掉成本哦 那40%的奉献是税前来计算 所以呢 现在我都听到很多人说 他们收入很高 那如果11奉献很 11奉献的话会很多 然后呢 就很难给出去就对了 但是呢 我跟巨星牧师的心态不是这样 我们觉得说 我要奉献越多越好 因为呢 当我奉献很多的时候 表示我就得到更多了 这样子 了解哦 那我今天讲到 我真的不是要收你们的奉献 然后 所以你们也不要学我 了解吗 因为我是奉献很开心 那如果你们觉得奉献很为难 然后你们也不要有压力 了解吗 上帝也是一样爱你们的 嗯 记得哦 上帝已经爱你们了 不管你有没有奉献 神都已经爱你们了 我只是在分享我个人的经历 好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 另外一个 100万元的故事 好 那我们结婚之后嘛 我跟巨星牧师结婚之后 我们就存了100万元 然后我们就常去参加什么特会啊 这是基督教的那个活动 然后我就听了 有一个牧师讲道 我就跟巨星牧师说 哎 我有个感动 要把我们所有的100万元 都奉献出去 巨星牧师听着也觉得 嗯 他同意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说 我们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要把那个 我们存的100万 要奉献给那个牧师 结果呢 当天呢 我们自己的牧师就来到我家 刚好来拜访我们 然后他现在是 台北领娘堂的主任牧师 周迅正牧师 然后呢 他听完我们的事情之后 他就说 但是呢 他来就是要告诉我们 他有一个感动 就是呢 他说上帝呢 要把这100万元呢 奉献给一对 敬虔爱主的夫妻 然后不是 我们要作为 我们原来的那个用途 奉献给这对夫妻 要干嘛呢 就是要让他们去瑞典 读圣经学院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想 哦 那 我们就傻傻的问说 那是谁呢 结果呢 牧师就说 就你们两个啊 然后我们就 哦 我们从来不知道 原来奉献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然后原来我们是 敬虔爱主的 那个一对夫妻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就拿了这100万元 我们就真的 就去了瑞典 然后就开始了 我们另外一个神机的人生 左边 他是我们一个老师 他叫卡尔古斯塔 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神机奇事 然后我很高兴 我可以去读这个学校 然后右上角是 我们的室友 他右边那个男生是 瑞士人 左边的那位太太是 保加利亚人 然后下面就是 我们去坐死人飞机 好 你们有看到巨星牧师很瘦吗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蛮瘦的 我要讲了 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以为说 基财宝在天上 在地上就不能用了 所以你就是舍不得奉献 你懂吗 你就是好像奉献的就少了 可是我个人的经历 不是这样 因为上帝让我看到的是 当我基财宝在天上的时候 我在天上就有户头了 然后我需要用的时候 天上的户头的 里面的财宝 就会借由各种的管道 就会变成钱 或者呢 化身为各样的 各种资源跟物资 然后让我用 好 那我们去到瑞典了 当时呢 是一个crown 等于五块钱台币 那一年呢 我们去的时候呢 瑞典跟台湾的物价是一比五 是我们的五倍耶 贵爆了 你记得我只带多少钱 一百万 两个人 好 我们 很节俭的过生活 然后我们再去瑞典的超市 连一小片披萨 我们都觉得好贵哦 舍不得吃 所以你看他瘦不瘦 瘦哦 好 然后呢 上帝知道我们 我们很需要吃饭 然后呢 后来就发生了一个神迹哦 有一天我们就看到 就听说 在坐公车 一个小时的地方 开了一家德国的超市 你知道吗 德国超市呢 在瑞典 它的物价是 五折 了解吗 比如说你一瓶牛奶 如果在瑞典超市卖一百块 到德国超市才五十块 有没有 神奇 所以呢 我们就每一天 我们就每一个礼拜呢 就拖着很大的行李箱 然后就坐一个小时的公车 然后去了德国店 然后就买一堆食物来 好 然后就是上帝这样子 恩待我们嘛 让我们可以吃两片披萨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后来还是觉得 上帝啊 好累哦 每次要拖着行李 然后要来回 就两个小时的车程哦 然后这样子 其实还蛮累的 就等于一整天 一个下午就不见了 然后呢 我们就祷告 结果上帝又行了一个神迹 结果在市中心 就又开了一家丹麦店 哦 那个图的左下角是德国店 叫Lito 然后呢 上面那个图 叫Netall 它是单卖店 然后单卖店呢 坐公车只需要20分钟 然后它的物价 是瑞典超市的三折 更便宜了 所以呢 我们后来 哇 我们就解决了 我们所有的食物问题 然后我们 然后巨星牧师就买了很多的鲑鱼 你知道那鲑鱼啊 这么大一条 换算成台币才79块 这么大一条哦 然后我们一次买了20条 然后呢 所以呢 为了省钱 怎么样呢 每天就是炒鲑鱼 焗烤鲑鱼 鲑鱼炒饭 鲑鱼稀饭 鲑鱼 鲑鱼什么面包什么的 反正 你就每一天都吃鲑鱼就对了 然后因为它就很便宜啊 都快要流出来了 然后一直咽口水 结果没多久 你知道吗 那个店员啊 就挂出了一个 70% off 的那个 那个牌子 我们想说 70% off 不是三折吗 哇塞 我们买得起耶 然后我们就开始 就买了两大条 哇 就开始吃 一直吃 然后吃完了 巨星牧师很开心 他就说 再回去买吧 嗯 没有了 就又回到原家 所以呢 上帝就这样 超自然的 一直不停的供应我们 你看哦 虽然我们有很多钱 可是上帝还是有办法 让我们吃的很饱 而且吃的超爽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上帝又行了一个神机呢 就是呢 我们学校呢 就开了一个 神机的那个 helping hand 它是二手店 好 你们看到 你看 很帅的巨星牧师 又很瘦 对不对 然后穿西部座 好 他不在哦 感谢主 好 然后呢 就是蓝色的这间 就是二手店 然后呢 上帝呢 一开始先解决 我们食物问题 对不对 然后接着呢 他就要开始解决 我们生活必需品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突然间发现说 学校有一家 helping hand的二手店 那他所赚 所赚来的钱呢 是用来支持 俄罗斯宣教的 好 现在最火 我的那个俄罗斯 因为呢 学校呢 在俄国呢 开了500间教会 所以呢 需要很多的钱 可以奉献到俄国去 那瑞典的冬天呢 是零下20度 然后不用等到冬天了 我秋天呢 零度的时候 我就已经撑不住了 所以呢 我带去的所有的衣服呢 都不够暖的 结果呢 我就在这个二手店呢 我用10kron 就是50块钱台币 我就买了一双 雪蝎 就是clark的雪蝎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哇 这真的是一家神机的店耶 那个上帝真的知道 我需要什么 然后呢 后来呢 不是要买书吗 书也很贵啊 然后我就想 该不会二手店也有吧 然后我就去 然后就问那个店员说 我想要买这本书耶 那二手店有吗 然后店员就跟我说 告诉你哦 你想要什么 你就先祷告 你祷告呢 只好就会有人送来给你了 然后我们就想说 哇塞 果然是神机的店啊 了解吗 就是你先祷告 然后呢 你就去 然后就会有人有感动 就是把你想要的 就送到二手店去 那你知道吗 那不只是一个神机的店哦 整个城市啊 几乎都是神机之城耶 我记得我们在上学的途中 我就看到有一栋 好漂亮的别墅哦 我就跟上帝说 上帝我好想住那里哦 那里好漂亮哦 结果不到三个月 我们就认识了房东耶 然后房东就用很低的价钱 让我们住在那栋 别墅的主卧房这样 然后呢 我记得快要春天的时候呢 气象报告就表示说 不会再下雪了 然后我就跟上帝说 啊 好想要有再一场大雪哦 你要回台湾就没有下雪了 结果呢 就下了一场大雪 这样 然后那天我们就坐公车的时候 我们就在公车上就开始说 哇上帝好好哦 都吹听我们的祷告 又下雪了 然后就有个瑞典人 就瞪着我们说 就是你们了 你们祷告了 害我们又下雪了 这样子 对你看上帝真的是 真是神机之诚啊 好 然后呢 你知道吗 这二手店里面有很多西装外套啊 然后就是你看巨星牧师身上穿的 就是那个 有个法国名牌叫 Saruti 1881嘛 对不对 他还有买了什么 Hugo Boss 你知道吗 才40kron 200块台币 所以呢 你知道巨星牧师买了几 几套回来 60多套 最后还要海运回来 然后呢 然后进台湾还要报关税 这样子 重点是我们后来报关税的时候 我们又抽到不用 不用检查 所以我们就没有付关税 那至于这些西装到哪里去呢 后来呢 因为 回来食物吃的蛮好的 衣服呢 反正也穿不下了 然后就送给了很多 身材不错的男生 这样了解 好 来下一页 大家终于看到了 我的救命的大毛 然后一直到神机的八毛 我把我的每一件 貂皮大衣呢 都 都取名字 从大毛 二毛 三毛 四毛 五毛 六毛 七毛 八毛 我在瑞典买了八件 貂皮大衣 好 那我讲为什么呢 就是呢 呃 刚刚有讲嘛 秋天零度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同学啊 从西伯利亚来的 那种金发大美女 她们竟然穿着短袖短裤耶 然后骑着脚踏车 哇说 哇天气好舒服啊 这样 然后就看着我 然后你知道吗 我穿两件羽毛衣 走路还要养着脸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鼻涕啊 鼻水会这样流下来 所以我走了 我这样 然后呢 然后那个同学 骑脚踏车走过去的时候 说 Hi Stella How are you 你怎么了 你怎么会变这样呢 然后我说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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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好 Anyway 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上帝 我不想要死在瑞典 你可以给我什么样 温暖的衣服吗 结果就到了二手店 我一进去 我就手一摸 我就摸到了一件毛毛的 我就突然间有一种感觉 就是 他一定可以保我的命 然后我就买了 我花了 400克 就是台币2000块 然后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是回家以后 然后我就翻了那个 那个吊牌 我才说 Mink 哦 查圣经 不是不是 查字典啊 查字典就说 哦 貂皮大衣 然后我就穿起来 说难怪 难怪好像 那个比羽毛衣还要保暖 就是我 最左边那张图 就是我的 第一件大毛 然后那个头上也是一个 貂皮的帽子 这样子我就保暖了 但是呢 脚其实还是蛮冷的 了解吗 好 然后结果有一天呢 我就又去了 我就去了那个 四的个磨玩 因为你知道吗 在瑞典呢 你太阳很大的时候 你会以为很热 对不对 其实没有 还是一样很冷 但是我们在台湾 我们看到大太阳 我们就以为很热 所以我就 没有穿很多衣服 我就去了 结果呢 哇 冷到我又觉得快要死掉 然后我就在一个大教堂 我就看到上面有写那个什么 二手店 然后我就想说 该不会又有貂皮大衣吧 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走进去 我就看到了 这个中间的图这件 它叫做二毛 然后呢 它就是很上等的貂皮大衣就对了 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呢 但是它开价蛮贵的 然后我就找了那个经理出来 我就说 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是为了慈善的目的 而要卖这件衣服吗 他们就说 对 这是慈善目的 然后我就说 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下 就是我可不可以成为你们慈善的对象 因为呢 我是一个留学生 没什么钱 我又饥寒交迫 我又很冷 我没有这件衣服 我就挂了 因为我一直流鼻水 然后他们就说 好 等一下 然后他们就去开了一个小会 最后 他说那你有多少钱 我就说400kron 就是2000块 我又买了一件了 然后我就那天这样子 回来的时候这样子 怂到快要歪腰这样子 好 那我要讲八毛的故事 八毛是这样 八毛就是呢 我快要进入春天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渐渐的比较 没有那么冷 然后呢 有一天呢 我就进了二手店 然后我就在那边逛逛逛逛逛 就突然间呢 店员呢 就拿出了八毛出来给我 就是 不是 就拿出了一件 貂皮大衣给我 然后呢 他就问我说 小姐 你要这件吗 然后我一摸 嗯 是貂皮 我就说 我要 我连价钱都没问 然后最后呢 要走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这件多少钱啊 他算我50kron 250块台币 然后那件呢 我在 店里面 我看原价是80万 然后呢 后来 我就 我又隔一个礼拜 我又去二手店 我就问那个店员说 哎 上个礼拜 你怎么会突然间 拿了一件 貂皮大衣给我啊 然后他说 我也不知道啊 当你进来 你进门的那个撒那 然后就会叮咚 这样子 然后他就 上帝就告诉他说 去把那个 呃 放在西伯利亚的 那个货柜 里面的 一件貂皮大衣 拿出来 给这个小女孩 他们以为是小女孩 然后呢 结果呢 这个店员就跟上帝 就一边找的时候 上帝就 他就跟上帝说 你们搞错啊 亚洲人穿什么 貂皮大衣啊 他说 上帝 这一定是搞错了 因为亚洲人不需要 但是他还是很顺服的 就去找出来 找出来给我之后 哎 竟然我一下就真的要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 貂皮大衣对我来说 他已经不是衣服了 他是上帝 要给我的一个应许 那那个应许呢 因为很大 所以他先用 貂皮大衣作为那个记号 就是那个印记 这样子 结果那个店员 听了以后 他就大哭耶 他就趴在我这边 然后就哭哭哭哭 他就说 上帝也曾经答应我一个应许 那你可能就是我那个记号吧 好 所以呢 上帝就是用了各种不同的管道在祝福我 还有我周围的人 这样子 那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神迹 又更棒 好 就是 你知道吗 在瑞典啊 那个时候欧洲就有两种轮 邮轮 一个是Viking Line 一个是什么City City Jar Line 我不会念啊 反正一个Viking Line是芬兰的邮轮 然后City Jar Line是爱沙尼亚的邮轮 反正都是很棒的 然后每一次呢 都是三天两夜 然后欧洲行 那一般票价呢 都是五千到三万块一个人 结果呢 上帝就打开了巨星牧师的眼睛 他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如果你有国际学生证 在五百块就有 台币五百块 了解吗 就可以上船的 那为什么他愿意卖这么便宜呢 是因为上船之后 食物啊水啊都贵到爆 所以他不害不怕 反正你学生很便宜 但是反正你上去 你要花很多钱 但是呢 我们还是有解决方式 所以呢 我们就到丹麦的超市 买那种两公斤的北极田虾 然后我们就上船 然后吃吃吃吃吃到饱 所以我们就是 从头到尾只花五百块一个人 然后我们就到处玩啊 然后都是三天两夜 那三天两夜是怎么样 就是礼拜五 因为我们是礼拜五的 中午就放学 我们就拖着行李 然后就去学校 然后就去 就去搭船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到处玩 只需要五百块一个人 好 你看哦 基材在天 是不是地上是可以享福的 而且是在世界各国享福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财富 为自己结交朋友 这样当财富无用的时候 你们会被接到永恒的居所里 耶稣这样说对不对 然后呢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耶稣说的是真的 而且呢 都已经真真实实的 发生在我的生活中 好 下一页 你记得吗 耶稣说 教导我们说 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 来交朋友 对不对 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 朋友就会接我们去他家玩 那这方面呢 我见证超多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哦 就是我被资钱了 然后我很伤心 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夏威夷的朋友哭 朋友就说 来吧 来散心 然后你只要出机票就好 然后结果呢 他就说他有个很有钱的朋友 他们去欧洲度假了 然后整个别墅 游泳池都没有人住 所以呢 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别墅 就住了一个多月 不用钱 然后里面有食物 然后再过来就是 2016年我手断掉嘛 对不对 然后刚好那个时间点呢 是宗教改革满500年 反正无论如何 我就是要去欧洲就对了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哇日内瓦超贵的 因为我的朋友都在苏黎市 没有在日内瓦 但是呢 我又突然想到 好像有一个以前的同事 现在在日内瓦 我就打电话给他说 我要去日内瓦 可是我手断掉 我可以住你家吗 结果呢 他就跟我说 刚好他有一个朋友 回国探亲了 然后呢 别墅空着 还有佣人 然后就叫我们去住 然后就左边那个游泳池的那个别墅 了解吗 所以我们就去住了一个多礼拜 然后就是有佣人的别墅 然后这些你看呢 都是我去住的地方 都是朋友的朋友 我连那个主人是谁 我到现在都不认识 了解吗 然后呢 佑途是什么 是有一年呢 我们去美国拍电影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然后呢 就有一个朋友呢 他也是介绍我们去住一个导演家 让我们免费住了一个多月 然后呢 为了感谢那个主人的好心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只草泥马 送给他们家的孩子当礼物 就这只 然后我在那边打电脑的时候 他就会在我旁边 那边动来动去的 嗯 然后还有一次呢 我们家呢 要装潢整修 我们需要搬到外面去暂时住一下 然后刚好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诶我人在美国诶 那我家给你住好了 你知道那个人家几 多少钱吗 四亿台币 然后我就住了 住了一个多月 嗯 其实住豪宅没有什么 就是还好啦 但是呢 就是进出那个 进出那个门房 比较尴尬一点 你知道吗 那个进去的时候 大家不是会给你敬礼吗 那个门房 就会有人给你敬礼 然后我们的车子呢 非常 非常那个 呃 非常谦卑 所以 所以那个 我们都觉得 啊 那个人跟我们敬礼的时候 都会心里想说 这对夫妻哪来的 我车子都比他好 了解吗 好好好 下一页 好 我要讲的是呢 圣经说 美名胜过大财 恩宠强如金银 这是对的 你看哦 我们不是在各地吗 都被当家人 然后接待住宿嘛 可是呢 我要讲的是 我们在被接待之前呢 我们自己呢 先撒了很多的种子 就是接待人的种子 那我们去瑞典呢 读书的那一年呢 我们的房子是免费 给一个宣教士的家庭住 就是佐二 那四位 他是Steve Long的 那个family 他是那种 得胜者教育协会创办人 然后他的太太 Vicky 他双胞胎 那个Peter and the John 这样 然后呢 他们一家人 在台湾宣教的时候 就住在我家 那我家呢 也常常是 会接待很多人的 最多呢 住过八个人 你要想啊 三十几坪的房子 住八个人 到处都是人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哇塞 这样住了两个月 好 那因为呢 我们在台湾的房子嘛 就是我们出去 我们在台湾的房子 常给宣教士住 所以呢 我们出国的时候呢 我们就也住了很多 宣教士的家 那像幼途 他是那种 Milk Family 他是 他们家就是 也是瑞士的教会 派到保加利亚 去宣教的家庭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去瑞士呢 苏黎士 或保加利亚 我们就会去住他们家 所以你看哦 圣经说 你中什么 就会收什么 对不对 好 那你们还记得说 我有奉献给神学生 每个月两万块嘛 对不对 连续两年 你知道吗 没多久哦 上帝也感动一个人哦 就奉献了一个学费跟旅费 给我耶 去哪里 去挪威的奥斯陆大学 我也去游学了一个月 了解啊 所以 你看钱就是 你出去一定会回来的 只要真的是上帝 说这是算他的 就会回来 好 好 来我们大家一起读 快跑的未必人赢 明哲的未必得资财 所领到众人的 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自从我认识耶稣哦 我就 很单纯的就是相信说 耶稣你是我 生命全方位的主 那 你看哦 我在两家报社 在七家电视台工作过 我总共只投过一次的履历 然后其他的 都是上帝 安排我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叫我干嘛 我就干嘛 所以呢 我每一次呢 我就把我想要的工作 我就跟上帝商量说 哦 我要想换工作 我想要做什么 我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会突然间 就会出现一个人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工作 了解吗 所以我每一次都是那种 无缝接轨的 然后接得好好的 而且都是照着 我心里很想要的工作 我就换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 不只是当你基财宝在天上 当你以上帝为首位的时候 不只是你的财物会很丰盛 然后你会有很多资源 包括你的工作 上帝也是蒙神保守的 好 来 大家请读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那那忘求呢 的希腊原文是 出于邪恶的 有病的 错误的动机 跟不对的私欲 好 那圣经是不是说 我们大大张口 神就大大充满 对不对 那前提是 我们的动机 不是出于邪恶 有病或错误的私欲 所以呢 当我们在祷告 跟神要东西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 自己的动机 然后呢 动机都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大大的张口 那左边的那两张图 是一个clock鞋子 你记得我刚刚说 我第一双血蝎是 在瑞典的那个clock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我就常去逛这种点 在美国的outlet 就有一天呢 我们就看到 它是在on sale 然后巨星牧师就很 很厉害 他就问了 有一个柜子 就是他没有标价 巨星牧师问他说 请问那个多少钱 然后他们店员就说 一双十块钱 然后想说 十块钱 有没有搞错 没有搞错 然后呢 巨星就说 好 整个柜子我们都包了 然后呢 跟店员说 不用再卖给别人了 就是就包了 然后我们就买了 二十八双回来 了解吗 十块钱 二十八双 然后我们就狂送给 接待家庭啊 牧师家庭啊 宣教士家庭啊 什么的 然后送到后来呢 就是有些size鞋子都不够 我们就赶快再跑回去买 你知道吗 回到一双一百块 所以我们就真的知道说 十块钱是上帝给我们的 然后上帝知道 我们每次都可以买到 很好的价钱 然后我们也会分送给大家 然后右边那个 大家看过我们的包包吗 这是我们恩宠的 那个包包 然后呢 我记得我是因为 我工作需要背电脑 然后我就一直很需要一个 支撑力很好 可以放电脑 然后背久了 肩膀又不会酸的包包 而且还要好看 然后我去百货公司就看了好几个月都没有看到 结果呢 就有一个设计行李箱和包包的弟兄 从上海回来台北受洗 然后呢 他为了感谢上帝呢 他就一次奉献了上百个包包给恩宠教会 然后呢 让我们可以送给有服饰的同工 所以呢 你看哦 就是我们就是大大的张口 然后呢 上帝不但先满足了我有一个很棒的包包 然后连教会的伙伴 大家都可以一起蒙受这个恩典 所以呢 动机 了解吗 当你知道你动机是对的时候 你就是给他大大张口 然后你就满心的期待上帝要大大的赏赐给你 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不可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 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 那里没有重铸 不会生锈 也没有盗贼进来偷窃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那以上呢 就是分享我个人的经历 那我就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安置在基督里 而不是在钱财的里面 所以呢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已经认清一个事实 就是耶稣就是我们金钱的主 我就是他金钱的管家 这些钱都不是我的 所以我要花钱 我就问上帝说 上帝你要怎么花 你放在我这边的钱 了解吗 然后当我一直积聚财宝在天上 就人的角度来说 看起来好像我钱变少了 可是事实上 我的生活品质 我的视野 还有我全地 在全地能够动用的资源 远比我所奉献的多了太多了 了解吗 就是 这个钱是可以在地上 就可以享用的 来我们大家来读 耶和华苦练你 试验你 叫你终究享福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这也是我要鼓励大家的 就是呢 不是所有钱你都要赚的 重点是 你要赚那种 是耶和华所赐的福 因为呢 神给你的钱 才是使你富足 不会加上忧虑的 你不会担心的 然后呢 耶和华 在这个 我们使用金钱的 这个过程中 试炼我们 苦练我们 其实都是为了 使我们终究享福 所以我们不用 想着要急速发财 因为我们一定会 终究享福的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 跟随神 好哦 那今天就这样 到这里 那我们大家 我来为大家 做个祷告 好 大家低头 奉耶稣的名 我要宣告 耶和华 要赐福给你 要保护你 耶和华 要用他的脸 来光照你 赐恩给你 还要向你养脸 赐你平安 奉耶稣的名宣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你们众人同在 感谢主 谢谢耶稣 愿纳今天的我们 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曼 谢谢你 谢谢你播出宝贵的时间 我是乡下牧师 我想邀请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给自己一个机会 让耶稣成为你的主 让你的一生 都有天父爱你 亲爱的耶稣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了我所有的罪 从死里复活 使我称义 亲爱的圣灵 请你充满我 引导我一生的道路 保护我 供应我 医治我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曼 恭喜你 今天成为天父的孩子 祝福你的每一天 都住在恩典里 大大蒙福 深深被爱 备受恩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